袁森现在还是我丈夫 你骂他就等于骂我 我现在让你 给袁森和我道歉 那我要是不误呢 赵涛啊 这是怪我 是我的错 我压根就不应该来 袁森 你别走 你放心吧 今天是赵涛的好日子 我不会抱歉心的 等赵涛的开幕式开始了 我会悄悄的离开的 袁森 赵涛 你现在开心了 那首先呢我代表夏女士 感谢各位的光临和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也不会说什么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 我只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项事业是我父亲 生前的一个愿望 所以我会尽自己 百分之百的努力 来把它完成好 另外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一个幸福吧 我的太太田丽呢 马上要为我生下一对 双胞胎 我会照顾这家店 像我的两个孩子一样 精心地抚养他们 照顾他们 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 好 那另外呢 今天也要非常感谢我的舅舅 林正德先生 来当我们的李先生 那接下来有请夏女士 跟我一起剪彩 好 好 来 好要再一次也感谢大家 就要大家随Max 来看看啊 咱们看看吧 我看看吧 挺好的 觉得怎么样 姐 不错啊 你作为经销商 不会真搭钱 你这第一辆车 姐买了 那我就先谢谢姐了 这第一辆车啊 对我的意义非常重大 由你这第一辆车垫底 我们的汽车销量 一定会直线上升 好好改 为了你自己 要好好改 我知道 姐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姐姐 姐 别生气啊 对不起啊 刚才是我不对 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 要警察干嘛 是是是 臭小子 我真想把你这小脑袋拧下了 我扔珠子似的 你把我脑袋拧下来也不解气 是不是 姐 别生气了 那个 我其实就是想给你出口气 我觉得你挺难过的 以后别这样了 姐能照顾好自己 来 心甘为敬 饮料 饮料 死死我了 雨酒好喝 去啊 给姐拿吃的去 得嘞 来 曹教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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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今天这些车开得还满意吧 很不错呀 如果你想买的话 我今天啊 给你打个最低折扣 那太好了 来 你进来看看 坐进去看看 行 我试试 那我要买呢 也给你个最低价 我那辆车呀 都开了好几年了 开都开出感情来了 曹教授 你说这时候让我换车 我真有点舍不得 那你就别在我周围转悠了 曹教授 这个车是个标准配置都有 家人休息 你们想出去也外 姐 你找谁的 看见晓卿了吗 刚才剪彩的时候就没见他来 刚才我好像我也看见他了 哪儿去了 大师 找谁啊 晓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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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电话跟张东正搞对象 他终于想明白了 太好了 整天愁眉苦脸的 一会儿生气一会高兴 谢天谢地 晓卿 结果怎么样咱也不知道 好 那我去看看啊 曹教授 当心啊 好 你看我们这个车 不错吧 不错不错 你们的生意也不错呀 我刚才看你 好几个客户都签了单了 是啊 要天天都有这么好的生意就好了 曹教授啊 要是有时间 我也想跟你学着写小说 你看行吗 可以啊 有机会 肚子饿了吧 我们去吃点什么 不不不不 今天时间晚了 我该回去了 曹教授很忙的 是 别耽误他时间了 教授我送送你吧 好 听说您快生了 预产期什么时候 下个月 那恭喜您 谢谢 怎么了 没有 那俩小家伙好像踹我呢 那他俩也挺活泼的 是啊 从一开始就不怎么老实 教授不好意思我就不送了啊 不客气 那再见了啊 再见再见 好 林姐我们要走了啊 好的 再见再见 好 谢谢 谢谢 欢迎 欢迎以后光临 今天做得不错啊 哥 其实我现在特羡慕你 真的 我觉得男人就得有事业 感觉不一样 看来啊 今天有最大收获的是你 不能光说不练 要真的干 干了那才是真的 我也觉得今天很特别 总觉得爸肯定在什么地方 看着我们 放心吧 爸肯定都知道 你是他骄傲吗 那后边就看你的了啊 车小的 你们俩都是好样的 辛苦啊 你这样的这些都不要了 点心留着 什么时候饿的时候 大家可以吃吃 什么时候学会过日子了 是怕以后 再没有男人给你钱了吧 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 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 我是这儿的主人啊 不过是个小爆发户 你能不能不要提过去的事 说点新鲜的 能啊 比如刚才 你用你那龌龊的心理 勾引曹教授 这够新的吧 勾引曹教授 我是想推销汽车 行啊 说到勾引 咱们把赵红找来 一起探讨一下什么叫勾引 夏文杰 这是你我之间的事 别把我女儿扯进来 不 我想起来了 赵红是你的女儿啊 那你还有一个好女婿是吧 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管 我怎么忘了 你最大的爱好 就是喜欢纠缠我认识的男人 可惜啊 赵鹏飞 压根也没把你当回事 最终 还是选择了我们一家人 一家人 你给她建立的是什么家庭 是正常的家庭吗 太闷了 闷闷闷知道吧 你不知道她到我这儿来 大多快乐多愉快 你还好意思说这些 结果呢 你也没能留住赵东飞 她最终还是回到我身边 而且现在 连你女儿也愿意住在我家里 嘉嘉是被你骗的 你给她营造了一个幸福家庭的气氛 她是上当受骗的 你知道吧 你不觉得你很丢人吧 连你女儿都看不起你 你别胡说 把我女儿还给我 文杰 姐 没你的事 走开吧 走 我真后悔 四十年前怎么不看清你 你一直寄生在别人的身上 你这话是说你还是说我 我现在得到的是我正来的 怎么了 你呢 自从跟赵东飞结婚 你就没有上班过一天 成天吃了碎碎了吃 你的人生简直是痛苦不开 夏文杰 我操持这个家 我照顾孩子不丢人 你挣的那些钱不光彩 再包装也没用 你还我女儿 林梅慧 你把佳佳还给我 晴儿 晴儿 想想太阳落山咯 现在几点了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十七点三十二分 起不来了 头晕 何那样 那赵涛那开业结束了吗 也就刚刚结束六个小时吧 好 慢点慢点 六个小时 我睡了六个小时 嗯 不会吧 你终于醒了 姐 醒醒走啊 我问我妈什么时候回去办上去 我跟 听说你跟张东表白了 你听谁说的 是吗 张磊嘛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我什么时候跟他说的 真的想清婚了 这次确实想了 这次绝对遇到好男人了 嗯 我觉得吧 如果这次不结 以后就没机会了 真是的 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还跟小女孩一样玩什么搞白游戏 姐 真的希望你 这次遇到一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 谢谢 老公 第一天就卖了二十三两车 特有成就感吧 开门红嘛 不过我还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是真的 恭喜你 怎么了 姐咧 我不知道 刚才开始就有点疼 那赶快过去坐会儿吧 没事吧 我不知道 妈 不会是 快要生了吗 那离雨前期还有一个多月呢 妈 姐 田丽要生了 老公 痛啊 没事没事 妈 赵曹要不要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不用 我不用 坐会儿吧 坐会儿 坐会儿吧 都三个多钟头了怎么还不出来呢 都是这样的 何况还是个双胞胎呢 别着急啊 医生出来了 医生 怎么样啊 哪位是产妇教授 我我我我是 产妇现在身体特别虚弱 我刚才给他打了一针震惊剂 现在睡了 那 孩子呢 生了两个男孩 两个 不是 我的爸 我给你拍照了 因为婴儿是早产儿 所以他们的生命特征不太好 尤其是弟弟 现在在保安箱里抢救 你们展示还看不到他 我 哥 没事啊 别担心 没事啊 走吧 那我们先走了 都半夜了 就别跟这儿熬了 我们先回去吧 那孩子 大夫说 大的已经没什么事了 小的还得再观察一下 我们在这儿也是耗尚 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有消息 快点告诉我 好吧 什么时候都行 走吧 那我们先走了 走 慢点啊 走 儿子 反正回去我也睡不着觉 你别有顾虑 有事 直接就给我打电话 妈 要不然 你留下来陪陪我 行 当然行 来来 你昨天晚上 一夜都没睡吧 你不要出了这种事 你去哪儿一定都很难过的 真是天有不色风云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我这两个小侄子太可怜了 刚出生就要面临这样的考验 你也别这么悲观 生命本身呢 比你想象的要顽强 说实话 这些年我做义工 我见过很多在逆境中努力的人 他们这些人呢 那种韧性那种意志力 不知道比普通人要强多少倍 也许吧 我挺害怕的 所以在有限的生命里 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说得也对 生命有限 有些东西啊 可能转瞬即逝 张东 张东 喂 大夫 大夫 感觉怎么样了 老婆 怎么了 大夫 我的孩子怎么样了 哥哥再观察几天 就可以和你们见面了 但是 弟弟得了并发症 身功能不全 我们虽然为他做了覆魔透析 但是效果不太好 天哪 我的孩子 天哪 我的孩子 大夫 还有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只能剩移植了 孩子这么小 怎么做移植啊 移植手术的关键是供体 还好他们是双胞胎 哥哥可以为弟弟提供一个肾脏 那大夫 移植手术的成功率有多大 如果是成人的话 成功率很高 但是 移植手术成功了 我们也无法保证弟弟会活下来 那哥哥呢 他也是个早产儿 当然 也会有危险 你 你是说 如果做了手术 哥哥弟弟都会死吗 没事 医生 那您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您给我们个建议吧 对不起 我只能把实际情况告诉你们 到底该怎么办 还是你们自己拿住一把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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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有其他捐献者就好了 对啊 要是有其他捐献者的话 哥哥就不用冒险 弟弟也有救了 赵涛 赵涛你快去 你去跟医生讲 你去跟他们讲 我去 我去找医生 我去找医生 没事 你一定会有两个健康的孩子的 我不能失去他们 我不能想的是这两个 我去找医生 奶奶 没问题了 再有事你就叫我 哎 辛苦了啊 谢谢您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 有事再找你啊 您的手没事吧 没事 就是点皮外伤 有事你就叫我啊 再见 谢谢 张东 赵晴 你刚才是在来的路上啊 嗯 你怎么来了 我 想做一天一工行吗 当然行了 那我 先 带你参观参观 哎 你这手没事吧 没事这点算什么 来来来 我带你参观参观这儿 哎 哎呀 别 order 农想就要吃啊 那一定会外city 好的 去年快 están 来连接就要那个 你在躲着他 你逛人家还是衔鱼 你看你 就我们应该躲着 走河流是你的自由 而且 你已经努力地做好了 是我的家人没给你机会 医院的事怎么样了 医生说 基因配对的成功率本来就很小 更别提早产儿了 希望妙方 我给你打了很多电话 你为什么不回 回来的路上 我去了趟公司 看了看加班的员工 其实 我很累 我不想去 我想回家了 可我现在害怕回来 这个家 让我觉得冷 伯母 我想去花芽村的朋友那住几天 我怎么跟秋秋说 实话 实说 实话 我怎么跟秋秋说 阿姨 佳佳来了 阿姨 佳佳 阿姨 我来是想跟您说 我要回家了 是吗 好吧 你妈妈特担心你 你回去 她一定高兴 这几天打搅您了 别客气 你也是我的孩子 只要你愿意 我随时欢迎你来 我一定会的 阿姨 我在走之前 阿姨 想给您泡杯红茶 可以吗 可以 当然可以 来来来来 尝尝这个 来来来 尝尝这个 尝尝 怎么样 好吃吗 真的 真的 这怎么这么苦啊 我是不是盐放多了 没关系 这样的下饭 你要是这么说 我可一点成就感都没了 那换成说法 比这个更难吃的 我都能吃 来来来来 你喝口汤 说实话这个汤很不错 这是速溶的 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那还挺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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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东 你今天早晨在电话里说 你其实 你说那个呀 我 忘了 你这么大老远来找我 肯定是有 有话跟我说吧 有 那你说吧 我 我其实想了很久了 我终于决定 决定什么 张东 你愿意 我愿意 愿意 愿意什么 我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你愿意 你愿意 你愿意给我口酒吗 我 我壮壮胆 我平时不喝酒 我家里就没准备 不过可以跟你 找点冷饮 有个事我都差点忘了 我想 我想什么来着 你弟弟的手机号 你得给我留一个 我找他谈点事 我弟弟 你问他干嘛呀 男人的事 就别多问了 来来来 吃菜 吃菜 我玩这个 我呢 来这个下饭的 来来来来来来ball 你 我拿ça 喂 照顾 你 喂 来来来来来来来啊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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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去啊 我一座不可能 喂 您好 哪位 你好 我是张东 张东 你怎么给我打电话呀 想从我这知道 我接点什么消息啊 我跟你说啊 一条消息一条菜 我说 你们家的人啊 都能给国安局做培训了 培训什么呀 情报传播嘛 还情报呢 泄密吧 我们家都是反面教材 我姐不是去怀州找你的吗 你们俩在一起呢吧 刚才在一块儿 你姐刚走 我呢有点事先回市区 是你姐把我送回来的 我给你打电话呀 主要是想请你帮个忙 我能帮你什么忙 你周末有安排吗 周末 周末 没有 那太好了 周末呢有一个座谈会 本来我要去的 但现在临时有事 就想请你 替我去听一听 我替你去听座谈会 我觉得内容很适合你的 什么呀 展谈心得 酒鬼汇报 都不是 我听你姐说呢 你最近想做一点 有意义的事情 是 我还没想好干什么呢 其实啊 你这种状态我很理解 有阵子我也这样 感觉浑身是劲 什么都想干 可就是没有方向 结果把时间都浪费了 我觉得呢 你可能需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机会 未必是最适合你的 但总比原地他不强吧 没事那天就碰上惊喜了呢 怎么样 去看看吗 行 我去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 那好 回头我把地址发给你 好 谢谢啊 拜 拜拜 张东 晚饭我给你买好了 藏在微波炉里了 赵青 妈 喂 没有去看孩子 有点怕 对吗 记得我生赵红的时候 你爸爸第一次抱他 赶紧又还给我 说这孩子怎么那么皱啊 软得跟没骨头似的 能长大吗 爸对姐的第一句评语是这样的 是啊 有意思吧 妈 我其实真的非常想见孩子 可我害怕 我害怕我一见到他们 我就下不了决心做这个手术了 可不做手术又 太难了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家 无论我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觉得对孩子都是不公平 那田丽的意思呢 她跟我一样 我们谁都下不了决心 做这个手术 我真的觉得我不是个好父亲 找他 我明白 可是你要知道 作为一个好的家长 在适当的时候 应该懂得放手 现在 没法替他们做决定 你说得对 对孩子不公平 既然这样 就让他们自己努力 接受命运的安排吧 接受命运的安排 孩子 你记住 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妈都理解你 家人也会理解你 我始终做不了这个决定 那你就一定记住 我们需要你 田丽需要你 孩子更需要你 好 晓晓 爸爸想告诉你一件事 晓晓 那个 爸爸 要搬出去住一段时间 晓晓 爸爸会经常来看你 周末也会带你出去玩 你们是要离婚吗 不 晓晓 不是离婚 我们只是暂时地 分开一段时间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不是 你什么都没错 只是 爸爸和妈妈之间 出现了一点问题 我们需要冷静地考虑一下 看看怎么解决 丫头 好 无论爸爸在哪里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们骗我 我同学的爸爸妈妈 也是分开一段时间 然后他爸爸就搬出去住了 没过多久他们就离婚了 晓晓 晓晓 妈妈知道 你不愿意这样 爸爸妈妈也不愿意这样 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孩子 爸爸妈妈也不愿意这样 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孩子 爸爸妈妈也不愿意这样 是吗 来 快来 这是你车啊 怎么着还不错吧 还不错 那是 上车我送你 你开的客人吧 别太快了 你车一会儿一会儿 来 你还让我自己走吧 我打车走吧 你给我搁路边好吗 你让我下去吧 你让我下去吧 真的我 就好安全带 你有下车吗 有啊 去年是香港考的 去年 那你才开了多久的车啊 我在香港好像没开过 回北京 今天第五期了 你让我下去吧 姐姐 我求你了姐姐 我求你了 在哪儿 在哪儿在哪儿 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我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女孩 我求你了 你了那天 我求我了你了 你了我土 我去跳 到底哪儿 我求你了 怎么样 还不错吧 太刺激了 居然敢坐你开的车出来了 说什么呢你 活得好好的 赶紧去吧 活动快开始了 好嘞 小心点啊 你妈回去了 刚回去 给你爸妈打电话了吗 打了 他们说要从上海飞过来 本来想电话里跟他们说的 可是我实在说不住口 我知道 老婆 我又想了一下 我觉得 这两个孩子之间的移植手术呢 还是先别做 不做呢 我们 我们再等等其他的供体 虽然希望渺茫 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再等一下 你看 你能怀孕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 也许还会有下一个奇迹呢 我也这么想 我也不敢冒这个心 我也不敢冒这个心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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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我老说要干点有意义的事 你说什么事才算有意义 爹 这个话题太大了 有意义 我觉得应该是对自己对他人 都有帮助的事吧 你怎么了 不是 我就想 这家里头 最没有生活压力的人就是我 对 用你们的话说就是最不着调的 咱爸 赵洪 赵涛 你 都特有本事 不但能养活自己 还能养活一家人 就我跟季生虫死 爹 我发现你成熟了 学会自我检讨了 是 我跟你说成功啊 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是 我知道需要过程的 可我现在就想让我的生活 充实点 怎么充实啊 张东给我打了个电话 让我去听了一个什么 支援灾区志愿者的座谈会 对 局团都特棒了 真的 他们这里头好多人都有工作 还抽出时间去做这些事 我没想到 张东啊 就是这样的大好人 所以说啊 你这次选对人了 把我好机会啊 支持你 发自肺腑的 发自你心 他用什么办法 这么快就把你生完了 对啊 对啊 我 我想去和那些人在一起 干点有意义的事 张东 来了 你这么晚叫我出来 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嗯 那个我 我有时候也会 心里有话想说 不突不快 是不是让我谢谢你 帮助赵磊找到了目标啊 不不不 那个事跟我没关系 那个都是人赵磊自己 他呀 就像你说的一样 看不得别人痛苦 张东 说句心里话 我真要感谢你 谢谢你啊 帮了赵磊这么大的忙 你叫我出来 到底有什么事啊 我是想跟你聊聊 咱俩之间的关系 大夫 怎么了 你的小儿子突然发高烧 现在已经发展成感染性休克 各个器官已经开始衰竭 恐怕 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们已经尽力了 你们进来看看他吧 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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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事儿子 你给了 Americans 死都长了 以ario 凭着她死去 儿子 你记住 爸爸你都很爱你 给儿子取个名字 爹 儿子 爸爸妈妈希望你能看见明天清晨的太阳 就照着他 照着 她很喜欢 她就知道 她在哪里 她说 那是什么事 你对不起 你对不起 我对不起 你对不起 对不起 我对不起 对不起 你对不起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你对不起 做我女朋友吧 江总 这 不突然 赵青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 我发现 我喜欢上你呢 我喜欢看你吃我做菜的样子 喜欢你在我身边 你不在的时候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你 我今天真的忍不住了 我要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做我女朋友好吗 我 江总 我 我行 喂 舅舅 你这个电话来得也太不是时候了吧 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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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 也许晨晨就这么走了 是一件好事 至少 至少她可以少受很多罪 可我刚才 在走廊里看见一个父亲 抱着她的孩子 我就觉得我没选择 做这个手术是我杀了她 我杀了我自己的儿子 是 赵涛 你做对了 我知道 这种选择 对你来说 是非常困难的 不过 你做对了 好 小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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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看他长得像你 也是一个帅小伙子 眼睛像我 鼻子像你 爸爸 妈妈的好儿子 老婆 你给起个名字吧 还是你来吧 那就 我就按你之前说的 叫赵斌 好 这名字好 赵斌 小斌 对 对啊 文武斌 将来长大 一定是个能文能武的人 姐 你们赵家后继有人了 是啊 乖乖 我是奶奶 舅老爷 爸爸妈妈 你看还有大姑姑 小姑姑 还有小叔叔的 乖乖乖乖 慢点慢点 好 过这儿过这儿 快去马上行啊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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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别说秀秀出院了 就是过满月的时候啊 也没见您这么张了过 不是啊 这孙子和孙就是区别 怎么那么大呀 你们这两个小别良心的 这次人家田里遭多大退啊 那小斌斌 多不容易啊 真是 我说赵晴 嗯 你跟张通什么时候结婚呢 都老大不小子了 还拖什么呢 妈 你着什么急啊 我们才认识半个多月 半个月 这不是早就跟他认识了吧 三十岁了 该结婚了 说得也是 你都恋爱那么多回了 又不是初恋还磨叽啥呀 你以为我是你啊 我 姐 我不是那意思啊 你千万别误会 你张通最近特忙 他忙着考试呢 你过去段时间再说吧 好了好了 别解释了 其实啊 我也没有想到 我和袁孙会到今天这一步 你们还有和好的可能吗 我也不知道 哎 小青啊 嗯 张通 考什么呀 啊 他要考高级厨师 啊 高级厨师 嗯 你不说他毕业了吗 对啊 人家还是学士学位呢 学什么专业 学的是会计 嗯 我明白了 大学毕业 会计专业 最后又去当西餐厨师 哼 不务正业 妈 你懂什么呀 这叫追求梦想 追求梦想 追求梦想 是啊 一个个都追求梦想 哎 年轻人哪 都追着梦跑啊 姐 怎么了 又在提赵磊担心呢 是啊 赵磊这次找到他想做的事情 又能坐车了 我真的很高兴 可是 我听说玉树那边还挺艰苦的 他再伤了怎么办 再病了怎么办 姐 你这就是奇人犹天了 当志愿者 又不止他一个 我觉得呢 这次是个好机会 让他下去锻炼锻炼 要不然老选在自己那小圈子里 他不失人间计苦啊 你说得对 可是啊 我总是觉得 要替他担心 不想让他离开我的身边 这次啊 跟上次那自驾游不一样 这回是有组织的 是吗 那您别说啊 您这搞得也太正式了吧 您不是说 就光家里人聚聚吗 这怎么还弄请贴啊 我觉得呀 家里好久都没热闹的 这次借这个机会 把亲朋好友都请来 热闹热闹 夏佳佳 夏文杰 妈 您这 我喜欢佳佳 夏文杰 过得去就行了 但愿如此吧 怎么了 怎么了 还在哟吗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这腰好 这累着呢 你当心点儿 老毛病又犯了 快快快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姐 我带你去个地儿吧 干吗去啊 怎么放松放松去 我 咱们 听戏见 妈 听什么戏啊 咱们去做死霸吧 死 死霸 我知道了 听人说过 就是泡那个花瓣玉 对对对对 哪儿啊 就在三里屯啊 那个 汉坊百草鸡死霸 算了吧 我下午有事了 你就去吧 就等陪我妈了 我 你去吧 不不咱这还没弄完的 收拾完再去 是啊 没事 又就在家呢 舅舅能收拾 我这 好了好了 你们都去吧 这儿我来收拾 去吧去吧 舅舅辛苦你了啊 我们去晚餐子啊 是 慢点慢点 慢点 一个人 好久不活动吧 还是有点累 那是 你得看跟谁打了 你跟我打能不累呢 我这是让着 你还看得出来吗 好好好 我跟这儿待会儿吧 好 小蕾 你知道爸做了这么多的项目 为什么最后把家定在这儿呢 不知道 这项目花了他不少的心血了 你看每栋房子都是一岛而建 全都是岛屿水情 可以说我把社区景观做到极致了 对 爸说过 他要做什么 中国最有价值的地产项目 然后打造一个最舒适的居住环境 就这意思了 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 因为这儿有水 俗话说 上善弱水 水善力万物而不争嘛 那爸怎么不去做矿泉水啊 爸还就是咱们家的矿泉水 可以自养咱们家的人 流水才是活水 人也一样 生命不止奋斗不息 你上回自驾游那次 爸没拦着你 要是爸还活着 他还会这么做的 上次呢也算是一个意外 你也吃了不少的苦 也长大了 这回啊 你自己多加小心 遇事别冲动 先保护好自己才能帮助别人 谢谢了 修正 装修得不错 您好 欢迎光临百草集 您几位啊 我们三位 好的 这边请 我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不会吧 你没来过斯巴啊 每天下来班就回家 哪有这些工夫呢 看来当女强人 注定要错过很多生活乐趣啊 姐 没事 我一样一样帮你补回来 我没你这种乐器 不过得也挺好的嘛 用不着你同情我 我就是关心你呢啊 好了好了啊 到了这儿还斗嘴 来 大夫 你再给他好好看看 我觉得他体温比上午要高 他肯定是生病了 我今天已经检查几遍案了 赵斌的身体啊非常健康 明天出院绝对没问题 你放心吧 那好吧 来 大夫 不好意思啊 麻烦你了 我老婆可能有点太紧张了 没事没事 我可以理解 不过啊 我给你个建议 他出院以后呢 你一定要找一个人帮他带孩子 不然呢 他这个精神和精力都会受不了 容易产生抑郁 好 谢谢 没关系 你干什么 我看你睡着了 抱着孩子怕你不舒服 没关系的 他在我身边 这样就好了 田立 我妈说等你出院了 她过来跟你一块照顾孩子 不用 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带孩子的 那 那咱们请帮忙 我不要不相干的人碰我的孩子 我只要像现在这样 你也在我身边 他也在我身边 他也在我身边 这样就比什么都好 好 我们三个在一起 怎么样 舒服吗 你可算来了 妈都跟我捞到半个多小时了 捞到什么呢 你的婚姻呗 我的婚姻啊 就不用你们操心了 听听听听 又来了 妈 我跟她可不一样 到目前为止 我好歹还拥有着 我告诉你们啊 女人到这个年龄 还是需要家庭 需要婚姻 你瞧咱们家多好啊 回到家热热闹闹的 儿孙满堂 那夏文杰家 一点意思都没有 妈妈妈妈妈 好了好了啊 我毕竟还没离婚呢 您别跟我说这些了 我又想起来了 赵涛第一次失恋的时候 妈那轰炸式的安慰 没错 我还想起咱妈那轰炸式的打击呢 我交哪个男朋友 偷偷说不好 妈 你们都嫌我烦了是吧 听听这个 什么样 杂志 也是关于写婚姻的 妈妈妈妈妈 求您了啊 您比写的可好了 听着啊 我们处在一个 无理由离婚的时代 婚后的沉默 令婚姻崩溃 但是我 妈妈妈 我我先去打个电话 你瞧瞧她 不停拉倒 嗯 不停拉倒 可以 这个咱们回家再点缀一起 好 好 喂 那 你今天没空了 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是没空 我今天下班会特别的晚 我 我挺想你的 昨天晚上不是刚见吗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开车我不放心 这样 明天一早我去找你和妈 那我等你啊 说好了 好 拜拜 拜拜 咱妈呢 我使了一招啊 把她给支走了 什么招啊 做那个汉方玉姬体膜去了 说这种体膜呀 可以防止皮肤的衰老和松弛 可适合吗 姐 你这招真高 前所未有的放松啊 你刚才跟谁通电话去了 谁啊 了吧 别装了 你们家张东吧 你又像初恋那时候一样 一天二十四个电话 一次五十分钟 商量约会了吧 我 就是想跟她说个话 你先你话说的还不够多呀 跟我和妈说了那么多了 她说什么 没说什么 她就说 今天晚上下班太晚了 怕我去找她不安全 她说明天来找我 真够体贴的啊 你呢 我听了高兴呗 不过 我还是想去找她 那就去呗 您难得主动恋爱一回 尽兴点啊 再找找初恋时候的感觉 回味一下青春时代 我跟你说啊 今天你跟着我记得吧 我们上台过了 以后这个可以注意啊 对对对 张哥啊 有福气啊 嫂子又来接你了 张哥你都高级认可玩了 就该结婚了吧 世界爱情双赢啊 得得 别打打了 给人了点儿吧 行 咋了张哥 走了啊 张哥 明天见啊 不是说是明天见没有 我想见你了不行吗 当然行 我是觉得这么晚的 开车不安全 车停哪儿了 没开车来 没开车 为什么啊 我想找一下初恋的感觉啊 初恋的感觉 那好 那咱俩得拉着手走 来 给你找找初恋的感觉 好啊 你还能想起初恋的感觉吗 应该可以的 我觉得一个人的初恋是很珍贵的 别说是二十年五十年 就算是八十年再想起来 也占了甜蜜 对 那你干嘛不跟我说说你的初恋呢 我的初恋 我的初恋 我的初恋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有什么好讲的 你这可不公平啊 那我的初恋你是了弱执掌 倒你就不公平 男人和女人本来就是不公平嘛 我们女人没力气 你们男人有力气 所以就要出苦力啊 女人呢 有心事 所以就得有秘密 这是从母习社会就出来起来的 不可更改的 所以后来我们男人才揭竿而起 所以现在就得镇压你嘛 哪里有镇压 哪里就有反抗 你现在就想反抗了 来 让开什么照相 你冷静啊 照相 来 喂 您好 赵磊啊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打给你 是这样 玉树那边急需人手 想让我们提前几天过去 所以我们已经下午一点钟就出发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算了 我还是跟大家一起走吧 是这样 那也没关系 你可以跟后面运送捐赠物资的人骑走 那 明天火车站见 嗯 那好嘞 回来了回来了 他妈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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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还看着什么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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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看着我的儿子啊 来来来来 长得像不像我 我来那儿啊 坐下 让舅爷看看 想得像谁啊 看看看看 多漂亮 漂亮 妈 你们这弄着也太夸张了吧 我们欢迎小赵兵回家嘛 对啊 对对 让姑姑抱抱吧 太好了 我饿了 那到房间喂奶 来 慢点慢点 妈 来 求求 慢点啊 天丽她怎么了 没事 大夫说她现在这样很正常 估计过一段日子就好了 那就好 要不你们搬过来住吧 妈 田丽她还是想自己照顾孩子 她这样行吗 先看看吧 好 只要你们需要 我随时都有时间 要不我搬去你们那儿也行 知道了吗 张东 这真是你做的 真不愧是高级厨师 太美了 阿姨您先别这么叫我 我还没考上呢 一会儿您先尝尝怎么样 我保证啊 等您过生日的时候 一定做个更好的 好啊 依然为定 依然为定 对了 张东 赵磊的事我得谢谢你 阿姨 那人家赵磊自己要努力 跟我没关系的 赵晴没跟你说啊 那个 张东 你去跟我姐他们打个招呼吧 一会儿就过来 那阿姨我先过去啊 妈 我没跟张东说 我不想一辈子都住您这儿 我这儿不是为你好吗 你租那房子才多大 我想过了 只要能跟他在一起啊 多大我都不在乎 可你什么都不会做 煮个稀饭能把高压锅炸了 洗个衣服滚筒飞出来了 你这不祸祸人家吗 怎么跟人家过日子 妈 您说的都是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 小的时候的事能算数吗 再说了我就不能学啊 我不想一辈子都让您照顾 你说 妈是不是挺烦的 还行 我就按你这烦劲 谁信呢 你烦都烦的快躲到青海去了 那我不去 真的 假的 你觉得骗妈好玩是吧 妈 你这么想 把这帮的不孝子女都给轰出去 一个人在家写小说多太劲呢 喂 我接着写 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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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宏 我一直没跟你正式道歉 我觉得我以前有些事 做得真的不太好 对不起了 不 你用不着道歉 我也有错 其实 你说得也对 我跟袁森 并不是因为这件事 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咱们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咱们别再吵了 和平相处吧 行吗 希望吧 妈 妈 这都是你亲手做的 是啊 小斌穿上一定漂亮 嗯 阿姨 清姐 其实我刚才就想说来着 赵磊好像已经走了 他 他现在哪儿呢 应该还没走远 怎么这样 不行 我得送送孩子 赵磊 好好好 他到底上哪儿去了这孩子 爸 他是不是已经都走了 快快 你快回去开车 咱们追他去 我先给他打个电话吧 问问他到哪儿了 他转语音信箱了 我来 喂 赵磊 我是妈呀 你这样做 我很生气 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走了 你怕破坏气氛 我能理解 但你起码得告诉我一声啊 好了好了 小东西 到地方 马上给妈联系 别等到了 就现在吧 你这孩子 你没走啊 我们半天没打着车 到旁边买点湿的 不是 妈 这等你生气了吧 还知道啊 有车了 出租车 那我就走了 在外头自己当心吧 你缺什么 给家来电话 妈给你寄去 不用 一个月很快 走了 妈 走了 姐 到了打电话啊 放心 妈 我这么做算有利益吗 有 当然有 妈 妈 家里的生活终于回正轨了 你们去放心吧 嗯 妈 妈 妈 家里的生活终于回正轨了 你们去放心吧 嗯 嗯 下文集 哎呀 爹尼 哎呀真是你啊 好久没见了啊 环境真不错啊 我呀 在报上看到你们要开店的广告 上边啊 有你的名字 我就在想啊 夏文杰 当年那个 那么柔弱的小姑娘啊 现在居然开起四台字店了 你可以打个电话来问一下吗 那我呀 还不如亲自过来看看呢 哎呀 哎呀 气色太好 哎呀 越来越年轻了 没有的事 你也不错 我 哎呀 我老都掉渣了 我知道我自己 哎 说实话 我没想到真的是你 我这一想起你啊 这脑海里还是那个 当年忧郁的文学女青年 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也看出了 哎 到我办公室去坐会儿 好啊 来吧 来 喝水 文姐啊 你现在这样真不错 挺难让人相信 咱们好久都没见了 今天你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你不会光是来看我的吧 还有什么事吗 这是谁啊 我女儿佳佳 女儿 艾伟 你还没告诉我 你今天来找我是为了什么 哎 倩儿 我先走了啊 哎 看什么呢 哎 你看 朱博给我发了一封邮件 你 你还跟前男友通邮件呢 姐 你紧张什么呀 我没有 你看 朱博给我发了一封邮件 他说他要来北京 什么时候 看看啊 没说具体的时间 你告诉张东吗 我干嘛要告诉他啊 你得告诉他呀 哎呀 我们刚刚在一起 张东这人本身又挺敏感的 这就是你不诚实的理由 你别拿良知来折磨我了行不行 我都够为难的了 他可是你现男友 他有知情权 哎哎我说 咱俩谁是律师啊 你是不是专门来讽刺我的 你看 这一打岔我差点给忘了 那个妈说明天加宴啊 又加宴啊累不累啊 他可能是想让田丽觉得 我们大家都挺关心他的 这也太频繁了吧 咱们出生的时候 也没有三天一大宴 五天一小宴的 这不隔背亲吗 这有了孙子不就这样吗 可是我觉得田丽未必能怎么办 这么想 晨晨这事啊 大家心里都挺难受的 再说了 赵李最近一直没给妈打电话 妈急得呀都快上墙了 这几天哪就顺着她吧 啊 张东说那面信号不好 我觉得赵李有机会 肯定会联系我们的 我先走了啊 对了 那个朱波的事呢 你得告诉张东啊 最起码你要跟他谈一谈 姐 那我怎么跟他说啊 随你的便了 我忙我的烂摊子去了 拜拜 那天你妈的表现啊 好极了 结果啊 她的戏服太大了 一不小心啊 把龙套半岛 直接就摔到台下去了 你说她那天穿什么 一身龙袍啊 漂亮 是啊 那身龙袍还是我自己做的呢 妈 你以前演过话剧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呢 我塞 这李白 唐明皇 还有杨贵妃的三角恋 太牛了 编剧是谁 太有才了 你问她呀编剧谁呀 我就演了一场就不演了 不好意思啊 这编剧导演都是我 所以她呀 是指望不上了 你还记得你穿龙袍追公交车吗 什么 穿着龙袍追公交车 结果呀 还让车门给夹住了 妈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她还在羞辱你 行了 过去的事别说了 我还有工作 佳佳 今天很高兴见到你啊 别走别走别走 刚说一半 戴卫 再见 文婧 你的女儿真漂亮 再见 今天下次帮我带碟啊 没问题 亲爱的母亲 就龙袍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 没有 姐 那是第几件了 现在婴儿长得快 就咱们说话这工夫 您做的那几件 她们都已经穿不了了 多做几件无所谓 这也是我当婆婆的一番心意嘛 当田丽也知道 咱们大家都关心着她呢 关心人也没您这样的呀 天天这么知道谁受得了啊 孩子们来咱们这儿一趟不方便 现在啊 得让她们小两口好好自己静一静 那不行 把她们扔在家里不管 我不成了饿婆婆了 我的好姐姐 您坐在这儿 您就是什么都不干 也没人会说您什么 再说了 田丽自己说她都能带孩子 得了吧 她第一次当妈 懂什么呀 我都生四个孩子了 百炼成钢了 你看 这小衣服 你看看她会织吗 就就就您这点事 人家女孩子学着学着就会了 您这是管东管西的 人田丽心里知道了不好受 你瞎说 我就不信 有人把一切都给她准备好了 她还不舒服 要我都乐死了 再说 什么叫这点事啊 带个孩子容易吗 不信 你带带看看 我倒想带呢 闭嘴 没带过孩子 没有发言权 那毕竟是人家自己的孩子 那还是我孙子呢 等等等等 就您这几个孩子 我是亲眼看着 您从小把他们管到大 您够累的 姐 您可是真累 不管行吗 你看那小青 就是没管好 跑到上海去瞎折腾两年 我觉得人清静挺好的 现在总算也踏实了 还愁什么呀 就她那脾气 幸好碰上了张东 房屋已经倒塌 不少民众被埋于废墟之下 会倒塌的房屋 也多数出现裂缝 姐 姐姐 你看 这是哪又震了 大约十五公里之外的 一座水库大坝 也出现了裂缝 严重地威胁到了 下游客户的安全 怎么回事 这哪又震了 你别着急 我换个频道看看 你快点 姐你别着急嘛 我怎么能不急啊 赵磊还在那呢 我知道我知道 这坏了真是坏了 姐你别着急 我怎么不急啊 你快点打听 给那个张东打一电话 对 张东 张东 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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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本在哪呢 姐 不好了 说话 喂 张东 有地震了 快 赵磊你知道在哪吗 她不进去电话呀 给我给我 喂 喂 喂 妈 回来了 回来了 嗯 我约了大卫明天来跟家吃饭啊 你真的约他了 对啊 妈 我看你每天都工作工作的 挺累的 我看你多孤单啊 你不也跟我说嘛 你要经常跟朋友来往来往 妈不孤单 只是 妈跟戴威的关系有点复杂 有多复杂啊 她是通缉犯 还让你帮她消过脏啊 那倒没有 妈 我看你老也不跟我说你以前的事 我还挺想知道的 我就把戴威约来 咱们一起聊聊天多好啊 明天的事你可不许掺和啊 我来下厨 行 我同意了 不过佳佳我告诉你 你要是跟我一起分享我的过去 我很高兴 可是你要是想撮合 我和戴威 这是不可能的 你去穿龙袍啊 小彬彬 你看她长得多想念了吧 丑儿子 看咱们一家三口多甜蜜啊 是不是 老婆 老婆 你刚生完孩子 能休息就尽量多休息一会儿啊 不用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 还是帮你找个保姆看孩子吧 不用 我自己的孩子自己带 有个外人插手 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啊 能出什么意外啊 大夫不都说了吗 长儿子现在 跟正常孩子没什么区别 可她还是一个早产儿 好啊 你带 对了 妈说明天晚上家宴 你就别安排别的事了 我不去了 你自己去吧 你不去 天天家宴太累人了 你替我跟妈说一声 就说我在家里带儿子 妈怎么做都是为了咱们俩 你要不去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天天这样谁受得了 要真为了咱们俩 就让我在家里歇歇吧 嗯 妈也是一天好意嘛 可她给我的压力太大了 隔几天就去一次 隔几天就去一次 所有的人看着我都是一脸同情 一副虚寒问暖的样子 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意义呢 只能让我不停地想到赵晨 老婆 话不能这么说 大家这么做不都是 关心我们吗 我也知道 可是 你妈根本就不相信我 我妈怎么会不相信你呢 尿布要她买 男朋友要她送过来 她恨不得连尿布都自己来洗 那我呢 这是我自己的孩子 我可以照顾她 她就是摆出一副 你已经弄死了一个孩子 你连这个也跑不去 老婆 姨姨 我确定妈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你肯定误会了 她也许是好意 可我实在受不了了 你知道吗 其实妈心里也不好受 你想 毕竟是她亲孙子 而且赵老油去了青海 好几天没打电话 可能她心里有一点紧张 所以 紧张 紧张就快来折磨我吗 我是叫男友啊 莉莉 你能不能别闹了 我闹什么了 好了 妈不是不信任你 可能她表达的方式 和你想要的有一点出入 好 这样 明天 我跟妈好好说说 让她以后不用这样 好吧 赵棠 其实 没事 好了 妈 不哭了 快搞 empowered 我会拿到谁 还想不信任你 很转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